不許多周邊產品 那你自己個人最愛哪一個 那會不會買幾個 然後送給二寶或三寶 你看不出來我最愛哪一支嗎 當然就是我肩上的光源兔 其實這一次很感謝 我們其實有很多合作的企業 包括PinkCoin 它也是我們官方線上的合作平台 所以我們這一次結合了 民間19個國內的設計品牌 推出了23項周邊的商品 所以包括大家看到的光源兔 還有包括我們有小提燈 還有環保背帶 還有親自的魚外套等等 其實目前在網路上投入度也很高 所以我也會買一隻這個吃獵的玩偶 給我的大兒子得利 市長一次燈區沒有規劃在大巨蛋 是不是因為公安的疑慮 還是說在等使照下來 當初在規劃的時候 就沒有取到使用執照 所以我們在公安的考量之下 就不會在大巨蛋舉辦燈區的展示 不過之前因為那個兔爾燈 還有像是小提燈 這個收取的單位都不太一樣 這民眾好像有點抱怨說 這個窗口沒有統一 所以我們也已經請相關局處 以及跟我們中央 因為這次是台灣燈會 包括中央部觀光局來協調 那我知道我們周邊商品 接下來我們都會在信義商圈 有實體的據點 那線上我們也會透過PinkCoin平台 大家線上的現象都可以購買到 那現在就有沒有打算邀請柯市長 來參加台灣燈會 我想我們都會邀請 我們都會按照相關的程序來邀請 也希望越多的朋友來參與越好 市長請問一下警政署 目前是不是有來跟您談 警察局長的人事 那您是不是沒有拍板 最新他們想要的人選 然後想要留下楊元明 我們尊重中央的職權 那身為台北市長一定確保台北市治安的穩定 那您覺得楊元明的能力是足以繼續留任嗎 其實我想楊局長其實在過去段期間 他盡心盡力而且堅守崗位 我想台北市相關的治安還有警政業務推動 也都非常的順利 但我想人事的部分我們就尊重中央的職權 所以在這個松江路的這個鋪路 因為你有講到就是說 柯市長就是那邊的預算比較少 但是柯市長就說這一次的預算 其實都是他編的 我想預算的編類當然非常重要 但我們也更重視執行的效率 以及優先順序 所以我非常感謝理副市長 還有我們公務局的同仁 在規劃我們相關的路平方案 不管是年節前我們會完成三條 包括上一次大家看到的松江路已經鋪得又快又平又好 很多的民眾發照片給我們表達高度的評價 那另外也有三條在年後就會開始施工 2月28號以前也會完成工程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都是確保民眾 大家的用度環境用度安全 市長怎麼看王世堅怒哄丁世堅是草包 然後連民進黨的人看不下去 這是新竹棒球場的議題 新竹棒球場不斷地爆出重大缺失 也失去了舉辦經典賽熱身賽的機會 我們在這邊也要呼籲檢調要積極的爭辦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國中開始了 謝謝 謝謝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購網站訂購 或是上快免購網站訂購 各種願購網站訂購 我們是出設的 就是出了一些 其他的意思 都不一樣 vd 我們是不是在街端